大家好,又來到股壇MASTERLINE的時間 今天的嘉賓是KK,KK 你好 我們看到市口市有些希望 今天最高升到232點,高見27000,323點 雖然我們看到美市的升幅收窄了 我們可否有在上網的空間有多大 其實在上網的空間,大家看著今天見過27300,000 好像有12月的高位,見完又不夠力 可能有些人會這樣想 但我們這一轉行指,你會看到它走得比較慢 而且氣氛很明顯,受著好消息推動就多過壞消息 今早你看到國家經濟數據出 其實你說是否算是好呢,就不算 合乎預期 是的,預期,以前合乎預期都要下跌 你見到今天就不一樣 A股也叫做升得不錯 港股更加可以在初段升上去 只要看現在市場上面對的不同問題 氣氛就越轉越好 因為有些壞消息就慢慢叫好 即是貿易談判,轉好 美國、越港的委員都說不加息 甚至乎要減息 你再加上,現在的刺激經濟措施就不斷地出 大家又不要擔心經濟差得很緊要 所以恆子在這一轉,我覺得就慢牛上升 雖然就每次都是,好像上個星期 見到高位又會再下跌 但起碼這一轉,在低位有些承擇力 兩萬七千三企穩,向上機會比較高 我自己會… 應該有機會去兩萬八 我覺得這一轉 有個時限,兩萬八 其實就在農曆新年之前 因為很多時候這一轉,農曆新年之前 都未去到公佈業績 未去到公佈業績的話 市場氣氛都更好些 即是擔心… 即是那些業績不好 可能會不好 你要看看哪些類型公司 即是有些公司可能第四個特別差 或者下半年特別差的話 可能會影響著未來的港股氣氛 但我想這一轉,起碼去到兩萬八 我們剛才說到業績方面 剛才公佈了的就是8.57 見到它公佈了上年那個利潤 其實比2017年多了280億到300億的民幣 按年增長了123%到132% 我們這次可否看好 由本方面近期的油價升了不少 在今次就增長一倍多 增長一倍多 其實比上半年就慢些 以及第四季 其實你看看按桂表現都是差跌 即是差一成兩成左右 如果你只說這一部份 我們就覺得你究竟是增盈企 還是盈利放緩了 但以第四季我覺得都算是這樣的 即是如果你說中石油 我們要比較的 即是一隻股份發營景 究竟那個股價在什麼水平 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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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之前那麽强 我在去年的11月那時看探油價原因 就是因為你開始見到油價的紅市 油價紅市由高位調整那麽多 每次反彈其實都未去到轉油 沒理由去那麽快就轉油 它和市有少少不同 我覺得油價現在都是略為偏入為主 最近多了一些油組說減產 而拉動到油價上升 令到中石油也有得升下 所以我覺得你先不要看這麽多 先看五個半先 五個半先 先站穩先再將目標價提高 之前我們可能很多 三桶油通常都會接連出 他們的成績表出來 我們便會說我看完857OK 那可否衝敬一下883和386呢 其實衝敬857OK 其實就應該先看一隻883 即386就由得它煮 是由得它煮 是由得它煮 因為第四季的成品油價格 又不是低是低的 都是屬於一個偏高少少水平 相對於現在 而變相中海油更加會受惠上油 是 那我就猜中石油這次的營起 都是以上油主力帶動 是 變相他們在上油的營利增加 我們應該就看上油生意 就看上油最敏感度高的 就是中海油 中海油其實價錢 就一早已經升穿了下降軌 今天就已經開始走第一步 如果你說這一轉上 它就可以進取一點點 它就應該可以看著大約14元的位置 但樓上那些我都還有些保留 就是你看著14元 而另外那隻386呢 我就有很大的保留 就是之前的虧 因為之前它有一個 就是投資的虧損的情況 現在的數字還未算好出來 我覺得這個會影響著他們的 究竟那個盈利狀況 尤其是第四季是怎樣 所以那個變數是非常之大的 中石化 就不要亂那麼薄 中石化炒底 因為要薄的話 沒有的風險比較多 雖然它有機會這段行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賺得其所 穩陣的話 就883好些 883就衝警14元 857就5.5元 另外一隻 我們都想問可不可以衝警一下 就是388 因為他們看到 今天股價升得不錯 因為大航摩根士丹尼就發表報告 因為港交所在30天內可以跑贏大市 叫我們增持的目標價看到290元 今天收報243元 我們還可以上網嗎 這麼多 很勇 對 即是回到350元 是 300元 300元是甚麼 即是去年年位的高位 是 為甚麼呢 如果你說港交所 那它成交會增加呢 那會增加很多 比之前好些 好些 你都是900億 你每天145億 我覺得你港交所 真是算合理價值 都是270元左右 就不會去到300元 是 說牛市 不過港交所確實是強的 即是在去年12月到現在這一轉 跌又沒有分去跌 升有分去升穿 我們說一個恆子未升穿 12月高位 它已經升穿了 甚至乎今天是有些成交配合 是 即反映了股份確實是強 你說強的原因是甚麼呢 大陸的原因就沒甚麼了 你說是否真的 大家是 在說甚麼新股通 又或者是 更加多的一些 制度上面的改變 而令到港交所的股價升 就應該不是的 不過呢 我估計 就是關於 美國停擺有些關係 因為你美國停擺 其實你剛剛在 上個星期開始 都見到的了 即是市場上面說的 美國證監會審批一些公司 就全部停了 停了 沒有新上市的了 亦都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可能牽涉到時間會更加長 受影響更加長 那誰受惠呢 那就是港交所 全世界三大上市的地方 有兩個都沒得玩 那當然是香港這邊 所以這一個可能會 真的突然之間 港交所寫著黑馬出來 今年年初 我想它應該旺到去到六月 我想上市 即是那些單應該比較多 跟之前呢 即是李兆佳總裁所說 今年可能會比去年差一點 我覺得有少少不同 即是有個變數變了去 所以港交所今天這樣升 就很明顯了 當下一轉 即是你再 有機會下回二百四十元 你駁上去 就應該起碼都十元 或者二十元 所以我們要等它下回二百四十元 下回先 因為你下一個轉 你就二百五很近 因為當時後 六月那下跌跌口 就下回 下回少少再買 但你又不要想著 下回二百二十元 我也都沒什麼可能 留得你一轉 即短時間沒什麼可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二百四十幾元 二百四十元 樓下的位置 駁十天線見到 再去上 其實都夠賺的 即是那個十多二十元的話 大切的一件事 就是 因為之前很多朋友 很想潑 即是港交所 是啊 復習說 呼喚港交所 真的沒有 講了很多話 因為特別強 你說 究竟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我們自家 但是股份 就考贏市場 而且走勢好那麼多的話 真的就算數 很難的 你可以不買它 但是不要超越它 嗯 不要沽著港交所 去二百四十元樓下 我們再談不及 我們看到今天有一批股份 好像大翻身 因為你好像李昂說 要買入的就是順宇 今天再升到半成 我們現在手機股方面 的形勢就好很多了 基本因素型是弱的 如果我們說走勢 和說前景 很多人說前景 前景真是猜不到是怎樣 因為現在說 你要突然之間 令到信越跌很簡單 只要告訴你 全年染色一般 毛利率會下跌 有一個盈利的預告 給大家未必會引起 應景 可能預告的話 就夠你害怕了 不過這一轉好一點 就因為 未來三星會有新的手機出 都是旗艦機 所以大家會覺得 鏡頭模組的需求會增加 而其次 就是說之前邱泰 都出了一個盈利的 叫盈景 不過你按半年的營起 因為上半年去虧錢 下半年就賺回了 毛利率都拉升 所以就形成了 氣氛傳導了下去 我覺得純粹我們這段時間 你有貨 你拿著向上 可以繼續拿著 拿著不怕 對 拿著也不怕 但如果你現在買的話 輸就覺得很值得輸 因為它真的 有機會大 對 我想一半 你輸了一半 因為你摸著高位賣 你摸著高位賣 你不是之前有的話 你就沒有理由現在 以現價去搏 因為真正我覺得信譽 我肯定它已經見底 現在其實去次見底 你肯定去見底 就一定去公辦業績 全業績最差的情況 都在那段時間出現 或者它已經沒有最差的情況 我們原來已經一早見了 那段時間 我相信它 我們望去上升空間 就反而會多些 iPhone減價會否有幫助 減價呢 我覺得就沒有幫助 即是銷量方面 有些提升 如果你說減價 可能直接幫助 就應該是瑞星 因為瑞星都接它 但可能它們都會做回多些 做回好些 但如果它減價的話 對於iPhone以外的 手機的生產商 是競爭來的 你有競爭的 即是打近信譽的客戶 可能就會差一點 所以你用這個角度看 其實信譽應該是受累的 就不像這樣升的 不過現在市場就難估計些 因為你未知道 接下來一些新的旗艦手機 是否真的好像市場所說 每個都四個鏡頭 一個模組 如果每個都是這樣的 甚至前支鏡頭 四個模組 即是呢 那到時信譽的單位會好很多 除了我們開發一些 多些新的產品之外 我們進軍非洲市場 會否有幫助 我看到這隻小米 連續兩天回購之後 還要宣布進軍非洲市場 今天股價都可以 找在10元樓上 收補10.3元 我們拿著怕不怕? 拿著其實就不怕 不會落10元樓下? 會再落10元樓下 再落? 因為現在你還要等 你看看有多少個 上市前的股東 真的會出售沽貨 現在都是冰山一角 你回購一下 你今天公佈完的金額 即是今天公佈上個星期賣的金額 其實都是有增加 但是說的是 那幾千萬一億的話 就不夠接現在市場上 應該是幾百億 二百幾七百億的貨 當然有些俄羅斯之前 你沽了 那些基金沽了 但是你說的 成百億能夠在市場上沽人多 大股東之前說不沽 但是其實很多股東 他持住他 他持肥成股 他可能是半年 即是再之後 但是其實小米有很多 這一類的大手股東 如果你說他是這麼大手股東 你說在市場沽 其實不需要跟小米的管理層說 而其次呢 其實小米他們開展業務的初時 都是有很多選擇的 當時很多員工他們的薪金是很低的 低到只是靠選擇 你想想 我可以上市 我現在可以沽的話 那班員工其實不少 我不會拿著 對 那看在哪些公司 我覺得 如果你說小米那時候 他們換股價這麼低 一個多兩元錢 那現在八元 我立即換 我立即沽 我賺八元 就沒有理由不沽 所以你見到今天 他的價錢雖然仍然升 我又覺得 在這一轉 沽貨的意欲仍然很大 就算你基本因素有多強的消息 未必有低過短期的沽貨因素 即是有隱憂的 是的 跟剛才所說的順域是兩樣東西 順域是基本因素差 但是勢又強 他基本因素強 但是勢又弱 所以玩法有些不同 有貨的話不怕拿 因為基本因素 我覺得可以 只是短期要面對衝擊 你想長線那些 我覺得就不需要這些位置這麼心急 即沒有現價級 然後就是他們想問 1177 因為年升四天之後 今天跌3% 他們6.48有貨 還可以上網嗎 希望你就不是高追 如果你只是說勢 他有特別強的 我覺得 近來由上個星期五開始 其實又再出一些消息 關於大量採購 即不是說批 即不是說進行 即是說預期的金額 即是那個約價的金額 和量的百分比 就好像被市場接受到 上個星期就升了上去 其實現在市場上 開始慢慢消化了這些因素 只是短期之內 又再出那些競價的話 價一定會跌 我覺得這件事是沒有改變的 這件事沒有改變 要接受到就是 當有這些消息出現的時候 價就會跌 就會跌下去了 而1.177就升了一段時間 而上個星期三四五 你見成交特別多 它已經是上回 差不多12月初那些位 我覺得這些位 就應該埋單計數 即是你在7元前 就應該埋單計數 如果你說這幾天 即是短炒的 你說我落回去 可能5.6毫多這些位置 就有機會再彈上去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6.5毫多 6.48 拿著的話 不需要害怕 有機會賺錢 不過就不可以太貪心 7元前就應該要顧 即是看著7元這個位置 接著想問一問 就是7.00 今天見到企圖上340元 我們都希望它再衝上去一層 可以將行者再大高一點 你覺得上網可以去到多少 首先看著350元 350元 不過它真的能夠企圖 機會得高很多 因為上個星期企圖 但你見到它 或者是慢慢慢慢上 現在就 今天升3元 是 補正9月初的裂口 慢慢補正 現在整個市場上 對於騰訊 信心是多了一點 是 因為你怎樣都要批出遊戲 現在騰訊就有些新遊戲出來 新遊戲的商業化 能夠貢獻到盈利機會 應該都很高 我覺得 雖然未必會接到 好像以前王者榮耀 是 但都要想一下 現在它已經有些日價 即是說 我們要擔心它們在今年 不要說第四季 今年的首有盈利 放緩 而拖累著公司的盈利表現 就應該是 一定會發生 即是你一定是放緩 因為你要令到騰訊 真的要上升更加高的 380-400元 就真的要吃雞遊戲 絕地求生 這一類型 就轉化到商業 因為很多玩家 就是由以前王者榮耀 過了去絕地求生 但就困住了去絕地求生 現在新的遊戲 它會不會玩 而可以令到那些錢 又可以收回多些 但審批過的遊戲 會不會不好玩 令到它的盈利能力會差一點 我最初都有些擔心 但看回我的名單 和我的同事 是很近的 我一說 這遊戲有沒有玩 好 等我現在下載 立刻玩一下 即是大家可能還有一群粉絲 還有一群人 會有新遊戲 都會下載 但你說是否很快 他們正在感覺 是 摩索 對 像以前 即是絕地求生那一陣 突然之間一爆 就個個玩 好像又沒有了這陣 所以我覺得 這個價格 就未必騰訊 可以去得太高 如果去得太高 的話 日價情況就非常大 所以這一轉 是有機會350元 先看著350元 對 樓上那些就再估 現在我覺得350元 應該是短期的目標價 好 接著另一隻會問的就是 中國鐵塔七八八 今天又再升多4% 又破頂了 是啊 應該兩元有沒有難度 嘩 說得這麼高 因為它真的升得好 很進取 現在你都真的想到 那些人都高位在走 是 那一轉 別它不下跌 你下過20天線之後 之後就全部在10天線流水 那今天呢 其實成交未算很多 但是那個動力就一定是減慢了 因為你這一轉破頂 就跟之前說過三那一轉 或者過半破頂 那個成交的Valium 即交易股數就小了些 是 今天呢 那個走勢 就明顯是 那些錢願意仍然流入 就以內地為主 一些5G概念股 是 那你又再提過了 那你剛剛在過去一個週末 又開會又再講過這些 那我覺得這個概念就不死 不過就是究竟 有什麼特別壞消息呢 它可能會下跌 如果你有貨的 那你就繼續減 之前我覺得過六 或者一個五號八的位置 應該先沽了 你沽了你就在10天線買過 即現在應該有的話 應該要先沽一沽 給我就會先吃一戶 我寧願我在10天線 即一個五號嶺的位置再買 因為它都叫做蚊鼓 蚊鼓其實它的波幅夠大 我又會覺得每度都這樣短炒 一款就比較安全 那另外一款 是1,993 3.3有貨 3,993 3.3有貨 其實近來的資源價格 雖然市場上升了不少 但資源價格 你見它又不是說 真的叫升很多 對於樂陽牧業 一些稀土的金属 虽然我们经常说 下车做电池车需要去理一些原材料 但经济又没有去到这样 就是说我们要不断有新能源汽车生产 所以它的价格就比较低一点 我觉得它 其实之前市场可能担心 他们关于他们在某一些印尼的出口矿 那个情况是如何 怎么会拖累住它 现在其实都未知 可能全年业绩 我觉得全年业绩之前 如果你说它是有些落后 今天也叫做回一点 但也叫做升过先 先下回来 你试过去3.09下回来 我觉得你继续持续持续 你拖这一转 真的有机会3.5 3.5就算了 其实现在它的PE虽然略为贵一点 但我觉得有时候新能源汽车的消息 就应该会发烤到他们身上 自己已经是未炒到 现在是逐个板块炒的 你看到逐个逐个来 所以就先给一点点耐性 暂时未公布业绩之前 它都还可以留意 但建议公布业绩之前 尽量尽量 因为我担心它半年业绩会走样 因为一些国外 不是内地政策影响 而是国外的投资政策影响 可能会有多影响盘数 我有点忧虑 好的 另外一只 可能175 11元有货的利 今天收报12.74元 这只前排有很多消息 可能内地政策说要扶持汽车 或者是消费股方面 但这个消息还可以支撑到 它去到什么位置 其实还可以支撑着它不跌的 不跌的 但因为它这几天 你见到它 之前它是由低位 一元的时候跌得很深 其实相对于其他汽车股 它是有升的 那么就浪着这个消息 市场不是太过敢去沽它 即是沽空也好做淡也好 现在不是太敢 因为你说政策那些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一出来盖仓几下 都挺恐怖 我觉得现在吉利 应该是在清淡仓的了 大家在国策的情况之下 未必看得它太淡 再向上的机会仍然高 我觉得如果现在仍然有货 你13元拿着 那你先看着13元半的位置 13元半 但如果你要我告诉你 我楼上还有的话 即13元楼上还有的话 我就觉得不要尴尬了 我觉得机会小一点 因为它说了 都是有一个几差的 全年销售数字出 讲着有国策的负质 不知道是不是到它 我觉得与其是这样的话 它价格都去回那些位置 赚回的话就算了 我觉得就算有货 也就是 如果说我12元楼也有 或者13元楼也有 平手是否应该走呢 我觉得吉利就应该走一走 因为它未见到最坏的数 我要见到它全年业绩 就是点差法 我才知道究竟它的低位 是不是真的见不到 最多就等到13.5元 13.5元 另外它给了一个选择题 它说你现在买恒生好 还是中银 现价比较吸引一点 恒生还是中银 其实两只呢 我就都一样 两只都一样 但如果你选择的话 就恒生 恒生好一点 为什么说两只都一样 说一只不好 中银香港最不好 因为不选择它 因为其实中银香港 我比较担心它 今年的盈利 都是比较差一点 因为它已经脱离了 之前香港的银行 它买一些东南亚那些 出来的数据 我觉得可能有些坏仗等等 因为经济都真的差 所以会拖累着它盈利 甚至乎派息的情况 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说 中银香港有些朋友问 是不是派息好 买来做收息 我觉得非常有保留 因为你真是变了公司的业务 你给一点点时间去转变 而另外恒生就因为贵 就是因为贵 而你说 好在它虽然贵得来 也有叫做有道理 它现价这些位置 我觉得就 未反映到它有一个很高的日价 现在你说作为一只银行股 它有一个高日价来的 内地如果是刺激 有那么多刺激经济措施的话 我觉得它内地业务 又会做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它 现在我不喜欢它 就是价值的问题 但如果你只是说走势 它现在是落后 有机会再走多一阵 所以你175元留下 其实今天你刚刚收在175元留下 其实你长线买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你就这样拨 其实你上网的直拨率其实是高 有机会增到185元留下的位置 那10元就比较容易赚 好 我问多一只 我想问1299 看到今天跌了1.8% 其实这只是不是可靠呢 其实是很有趣的 每逢70元的位置 就真的是见顶 你上去的时候 又没有什么特别好消息 你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坏消息 但今天早上 其实一开始的时间 它的对盘都 当然不是作准 但你一按按到6%就试过 很夸张 今天早上已经是一样的 所以说在70元这些又再见顶 我觉得真的完全不出奇 如果你说短炒的 我已经先沽了一部分 就是看着70元这个位置 应该是阻力够败 因为你阻力这次应该小一点 因为你的市况好一点 还有现在内地经常都说 开放给外资去做内地的生意 但毕竟每次都70元一回的话 你下来你会很吸引的 我也想到就是内地开放的市场 为什么它会去到70元就停止 是没有理由止步 因为它是最有利的 可能就是说它的价值的问题 如果你计算它的PEV 其实它是贵的 相对来仍然是很贵的 以前你下去60多 我觉得合理一点 但都没有去到便宜的 所以如果你说给我的 我真的觉得这一转市 是仍然未说这么快一次上升 可能有些朋友是觉得未见底 那这些70元一定会沽的 一定会沽 不是沽空 是沽现货而已 因为你很大机会 你有机会65元 甚至乎低一点买购 那你说5元6元 是一成的 就是你很引诱你 就去炒个range 就是60至70 大家留意就是60至70 就是65去到70元这个range 我觉得61个多 因为之前它也落到61个多 只是去年10月11月那转 穿过60元 那一转又上回来 我想那个底 就应该是建了 如果你说纯粹是追求 就是回报或者是短线去炒一下 70元应该顾 70元应该顾了 应该顾了 好 麻烦你几乎你这么多问题 有没有持有我刚才提到股份 我今天说股份都没有持有 今天直播到这里 拜拜 拜拜